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新滿意化化妝 用我手上比較新的化妝品去完成現在這個妝容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今天我用了什麼 它的即時妝效、整體效果 我的第一印象或者用了一陣子之後有什麼用後感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化妝 好了,今天又是由戴抗開始 今個月新試這款台灣蒸石光學 包裝蠻有趣的 它有一個深色的外圈 可以預設到有不錯的放大效果 你會看到分別都蠻大的 馬上蒸成了很多 兩隻眼都大了的效果就是這樣 我覺得掃眼用都OK的,不會浮誇 之後就用雪機精的防曬調色霜 這個放了在IG post review IG那裡有朋友問我可不可以試一下上面的效果 所以今天就用它了 是非常薄的 你會看到它的紫色不會太泛白 推開了之後有一點提亮的感覺 比較像霜狀的質地 然後不會太白的 我塗了這邊面 是一種去黃的效果 不是那種泛白、死白的感覺 它有一點滋潤感 如果給我不會單用 最少都要撲一層碎粉在上面 但它又不是粒粒粒那種 只不過它不是完全清爽的感覺 它有一層光澤感 我覺得適合中性肌膚、乾性肌膚的朋友用 然後防曬是掃 SPF 35 PA 3那家 不是戶外活動 我會在室內、上班或者在商場逛街吃飯的時候就用它了 遮瑕膏沒有新的產品 繼續用Tarte 我都不記得用了多少年了 當然啦 中間有買過新的 有換的 粉底最近收到Giorgio Armani的Cushion 這個跟平時紅色包裝那款是一樣的 只不過最近換了新的包裝 然後我收到的顏色是2號色 不是太適合我的 我用開應該是4號色或者4.5號色都可以的 但不要緊啦 我給大家看看妝感 感覺很搞笑 你會看到臉很白 身體很黑 但我還未上粉底的 我一上去給大家看看 雖然它的2號色是8過我 也挺多 但這個Cushion 我覺得它所有的東西都是很平衡地高的 如果有一個派測的話 它應該全部都是在中上的位置 因為它的妝感是自然 不會厚 遮瑕度是好的 而且它又不會太過霧面 也不會水光機 持久度也不錯 大家不用擔心 到最後我只要上了一些修容 因為它不是很厚的粉底 其實一會兒會自然的 我外出也會用到這個 我打算不要浪費 這個Cushion不會太黏的 我身邊有男朋友喜歡用它 用它來化妝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大眾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想找一個所有東西都在中上的話 其實找它是不錯的 但它的持久度又未到超級超級好 夏天的時候 我都覺得它是高車邊的 但如果你說一年四季 我只找一個的話 其實它是不錯的 然後你問我有沒有缺點 有的 它的包裝的確是很經典 很型的 放在化妝桌上很吸睛 但它真的比較佔空間 如果我外出才化妝 或者想著補妝的話 我一定不會帶它進袋子 它實在太亞位了 所以在家裡的時候 會用它來化妝多一點 很多很多觀眾問我 怎樣遮黑眼圈 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是用Tarte 再加上Nars的這個 用到差不多底了 就已經遮得很好 碎粉定妝我應該沒有新的產品 所以用MAKE UP FOREVER的LIGHT BANANA 因為平時最常用就是它 其實我有它們的透明 你會看到已經用了很多的了 還有它們的紫色 但是三個比較起來 我會喜歡用這個淺黃色 因為效果比較自然一點 就算用透明的 可能因為我太黑了 所以有少少少會白了 如果用這個LIGHT BANANA 我就沒有這個情況發生 不斷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它不會吃完底妝的光澤感 還有少少透到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會很喜歡它的妝效 眉粉新鮮滾熱了 昨天收到的 就想著今天不如在這條影片試一下 因為真的沒試過 我自己試一下顏色 看看是否適合用 應該可以的 它有一邊是比較偏紅的啡色 另外一邊是比較偏黎黃的 其實我飄了眉後 純粹是顏色要加銳色就可以了 然後眉型 最重要是平時有修眉 還有FREE的粉質就不會投訴 一定是很細滑 用過它們的胭脂眼影都是很喜歡的 從以前香港沒有Counter買 我已經有用的了 只不過可能很少在影片裡跟大家提及 因為我手上的全部都是舊的產品 收容最近我很決心趕快用這個 還有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加完之後 粉底就會變得很自然 沒有剛才那麼白 完成底妝 眼影和胭脂我們今天都是用NAS 這一盤是夏天夏亮版 Summer Unrated 一看就知道是我的顏色 其實剛才可以用這兩個顏色 去做避影和修容 我忘記了 Anyway 我就用它來化一個眼妝 跟平時我的路線應該差不多了 都是那種顏色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讓大家看一下它那個顏色的呈現 這個橙色很夏天 我喜歡 橙線我試Benefit的Roller Liner 這個我都沒用過 我看到它啡色好像挺漂亮的 畫一隻手試一下 我先試試自己畫 這裡就不要理它了 剛才這樣反手畫比較難 究竟我應該怎樣去畫呢 大家才可以看到 我經常都不懂怎樣拍我畫眼線 第一印象它蠻好畫的 出水是Smooth的 然後不會刺眼 也不會流到眼線在眼裡 眼線乾了之後 其實它也是抹不掉的 我試試 可不可以用一個Toner抹走它 都是抹到的 它應該跟我平時的Yuzu那種差不多 然後先混合眼線 還有我習慣最後會加一個珠光 或者是閃粉的顏色 就中和剛才我們混合那種的深色 我自己是很喜歡用一些金黃色的 因為跟我的膚色 跟我平時的打扮都很配 但是就會變成我買來買去 都是這些顏色的眼影 最後在眼球中間的位置 加一點米白色 這樣眼妝就會彩得夠 然後也是比較自然的 平時外出都用到不怕說 金光閃閃的 最近收到最有趣的 一定是它 直穿瘦 一個Mascara 有沒有想過 折毛膏可以是這樣的包裝 我覺得它非常創新 但是呢 老實說 我不是太習慣這個手感 要練習一下 用起來是輕身的 好像羽毛一樣 然後妝感也是偏自然一點 但是濃密效果 就不是那種很深黑色 很粗的那種 然後胭脂也是NAS的Summer & Rater系列 裡面有兩個顏色 兩個顏色都是平常有的 這個DEEP FLOWS是我人生 第一個用完的胭脂 今天兩個顏色都用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胭脂數很髒 不要介意 NAS的胭脂是極度顯色的 所以大家記住 不要拿粉 這麼多 你會看到現在 這隻都是紅紅的 我用了DEEP FLOWS 你會看到它們的分別在哪裡 當年20歲的我 很喜歡用這些顏色 有一點珊瑚色 看上去很精神的 不需要氣質 也不是說它沒有氣質的 純粹是 這個顏色真的很癢的感覺 比我這個顏色 而且這個顏色本身是自帶光澤的 不需要用highlighter也好 既然是這樣 這邊我就不加打亮了 只在這邊 今天我會用一個眼影去做highlighter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適合 也是來自直川秀 他們單色眼影 顏色號是126B 它有一種幻彩的光澤 是很適合用來做打亮的 你看到這裡嗎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覺得它比眼影更漂亮 真可憐 搞不定 我要自戀一下 這個光 真是不得了 超美 最後就來到唇膏的部分 上次整條片都是MAC的十幾個顏色 今天就不用MAC了 我收到了George & Amalie 他們最新的215號色 和這個216號色 但這個216號色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秋冬比較適合 我覺得夏天實在太沉重了 所以通常這一陣子 我都是用這個215號色 是不是很漂亮啊 它的感覺是泰式奶茶 混乾燥玫瑰 是不是很複雜 但用在我身上 黃皮膚完全不會顯到個人暗 之後是很有氣質的顏色 好 放下頭褲 今天的妝容就完成了 大家覺得怎樣呢 下個月應該不會拍新換衣 我有兩個想法 一就是用我今年上半年比較喜歡的產品 完成一個妝容給大家看 順便介紹一下我喜歡什麼化妝品 然後第二個就是一個開架的妝容 你們留言投票 誰多人選 下個月我就拍誰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新換衣化化妝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 逢星期日更早十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